你好 欢迎收看5月20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20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本土个案病例有85,720例 新增了49例本土病例死亡个案 而花联新增了1,187名确诊 由于确诊数不断攀升 既宜兰台东23号起 暂停高中以下学校实体课程到27号 花联县府20号上午也紧急宣布 跟进暂停实体课程 花联县20日新增1,187例确诊个案 花联县府表示 花联县高中以下学校含幼儿园 自5月23至27日暂停实体课改为线上教学 20日每位学生发放一个快筛试剂 待5月30日快筛结果阴性在返校 元5月26日至6月2日 5至17岁学生施打儿童BNT疫苗校园接种将延期办理 相关考场包含了我们花州花女光复商工 以及玉林高中试所学校考场的一些相关的防疫规范 那包含我们在考生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在考场部分呢都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那在进入考场时候呢 也会全面的进行量测体温 还有明天后天两天我们是不开放家长陪考的 除非有特殊的需求 包含我们身心障碍学生或者是有重大伤病的一个学生 有特殊的一个需求状况部分 才提出申请陪考的一个需求 那最后一点的部分呢 在相关考场的部分 会严格的遵守相关的一个进出的一个动线 那有关一个考场的一个规划 我们也会做详细的一个出入口的一个规划 那在这边要请我们所有的中年级的考生 都能够配合考场的一个防疫规范去做处理 针对每一位学生 包含了幼儿园国小国中以及高中 每一位学生在今天放学之前 都会发放一季的款三世纪 那在5月30号要恢复上课的时候 在30号当天的早上 必须进行快塞 那快塞阴性的结果之后呢 再进行返校 第三点的部分 就是有关我们原定在5月26号到6月2号 会实施学生VNT的一个疫苗的一个 校园集中接种的一个规划 会延期办理 那刚刚县长的处局长也有报告 会延到5月30号到6月7号 会进行安排到校的一个施打作业 而21-22日周末登场的国中教育会考 华林县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树敏表示 目前统计9年级生有69位确诊 无法参加 将改参加6月4日的补考 而居隔考生则有53位 将安排到第二预备试场考试 原定5月26日举行的基本学历检和延期办理 记得蒋邦言和理事报道